后来呢他们就又发明出这种仿车式又叫脚牌车这个木木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那运送出来的一框又一框的这个泥土呢 就是堆在这个井口的这个旁边 所以我们说一般呢一个完整的这个卡尔井呢 它不是单独的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直井 它呢是有直井还有这个横的我们叫暗渠 在地下创新二国的暗渠还有明渠还有水库 这个这个直井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运送泥土 再一个呢是让它呢可以非常方便在地下进行作业 在地下去挖掘一样 也就是在人家家门口的非常方便你不会去收这个门票的 这边是这样啊 对 这边是问题还是玻璃 可以踩啊 可以踩有问题 那来我们现在看这个后面这个图哈 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底下的这一个部分呢底下有个地下河道 完全就是古代的这个劳动人民是人工开凿的 那它这个开凿这个开凿整个这个卡尔井呢 它先是审查一个过程呢 首先它先确定一个这个寒水层 开凿一段的组成是会在墙壁上去点一盏油灯 点一盏油灯 如果这四个油灯是在一条线上 就证明此处的方向也是啊正确的 就最早上就用这个光熟的原理来进行计略的 所以卡尔井的地下案去开凿呢 除了一部分是用这个词红帅的 更多是用油灯 油灯除了是取光亮 还有呢就进行这个直接引用的 直接引用 那现在我们朝前走 我们找一个鸡皮看到树 能不能踩 现在唱歌的就是新疆的本地歌 听呢是后来把它开发出来 让游客能够站立在这里 实际上呢整个这个岸区流到这以后呢 比方说它的这个顶棚是在这儿直接上去的就是面对着一个树井 这个呢就是树井口 树井口呢一般是宽度是在一米左右 岸区的宽度呢一般是在一点二米左右 所以呢才能让新鲜的葡萄呢 很快的亮晒成这个葡萄干 它一般是这样的 房屋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房梁 每个这个房梁上呢都会悬挂一个铁钩 一根铁钩下面呢就是一根树桩 看到吗 一根铁钩下面就是一根树桩 这个树桩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铁钉 或者是木质的钉子 比较长 长度是在十到十五公分 然后这样呢一个个有这个葡萄串呢 就可以挂在那些木钉子上 这样呢通过十五到十六天 甚至有的是二十多天就要量制成这个葡萄干了 不过这样这个葡萄干 如果直接把它拿出来这些游客卖的话 可能也不会买 它要经过什么呢 挑剪去杂物 然后再清洗 然后再加工 然后呢才形成可以在室内上 进行销售的这个葡萄干 所以销售的这个葡萄干 那这个亮房呢可以说它以前呢是属于 就是农民自己家里面的 后来呢被这个游乐景序呢它所争够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这面有要拍照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这边跟他们后面的人 在这里给酒香 角香 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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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后面 不算贵 也不算贵 320块钱 这边加2百元 刚刚花一个小鞋子 全部收工的那个 两毛钱收工的 他两毛钱 对啊 哈哈哈哈 都是伤盛的 最近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走进新疆 没有吐鲁番 欢迎你们来到卡尔景乐园 维吾尔州是能够善悟的民族 我们会用甜甜的歌儿 欢快的呼斯 来迎接远道二来的变客 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 GT5 乡村的爱情 请大家欣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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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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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